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六月二十六 好 那么下星期三呢就七月初一了 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吃素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没有问题 喂 你好 喂 哎 师父好 师父教导 哎 喂 师父啊 不好意思 师父 哎 请讲 哎 弟子批 恩师台当请安 师父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第一个问题 师父您看了一个人的莲花 能通过看莲花能看出这个人 能脱离六道吗 知道 当然看 他如果不变化的话 因为人在人间嘛 还在变化 如果当时看到就算说 以后能够脱离六道的话 他以后变的话还是上不去啊 他有现业的 就是人家说造新业 他因为有新业的嘛 就麻烦了 哦 那师父 如果莲花脱离六道 是不是就是您说的 以前说的这种大肉错乱 只要看到莲花大肉错乱 就肯定会脱离六道 是这样吗 肯定的 还可以问 我还可以问的 就是比方说 我要知道这个号码 这个人的莲花在天上 这个人能不能 能不能现在脱离六道 今后将来脱离六道 我还可以问的 但是并不是代表天上有莲花 就是一定能够回到天上去 这一定要搞清楚 哦 对 因为还有今后的路 还要好好去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那个期的 有一个时间的 他因为他还没走之前 他还在造业嘛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你像这种 如果是 不要是这种金色的莲花 如果它是金色的话 一般是 不要跟我讲 再好的花 它也会变 因为你只要肉身在人间都可以 嗯 听得懂了吗 哦 你比方说就是师父 现在修得这么好 师父肯定会去了 如果我真的不好的话 照样回不去 就这么简单 现实的不得了 哦 明白了 哦 那师父 如果梦中 就是你不是在外达中开始 如果梦中还在做义工 莲花就没有掉 掉下来 那么请问师父 如果在梦中度来 梦中放生 或者是梦中向上飞 一种殊胜的事情 是不是代表莲花 还在天上没有掉下来呢 基本上都是 做到好梦都是的 哦 只要做到好梦 就就可以是吧 是吧 嗯 好的好的 好 谢谢师父的 准备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同学不是开车 特别容易打短吗 打瞌睡 这是什么原因 是气不足引起的吗 哦 师父 很累 哦 黑夜 黑夜 白夜颠倒的人 白天想睡觉 晚上精神好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实力开始 师父啊 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很多同学 从改善意识的角度 中午有缘 中午生 就是激进我们学佛群啊 一起学习啊 就是成功率挺高的 请问师父 真对这类众生 进群进群后 我们出来让他们 多看看图层视频 还有哪些方法 让他们帮助他们 尽快的开始 修进念经呢 师父 最好的方法 多听台长的法 法会啦 DVD啦 就是这种 哦 师父 您是不是有些累啊 师父 有一点点 没关系 哦 嗯 嗯 好 那师父 我问下一个问题 意念是否 意念是否是一种能量 干净的念头 往上走 肮脏的念头 往下走呢 师父 是这样的 意念就是能量呀 愿力嘛 就是能量 没有愿力的人 哪来的能量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为了孩子 一定要把 孩子把精英中学考上 所以爸爸妈妈 为了孩子 就可以起早贪黑 就是怎么样 嗯 嗯 嗯 那师父 这个意念 意念和愿力 其实说 意念和愿力 之间的有什么区别吗 呢 意念 意念嘛 就是愿力 有那么意念 才会 有的意念 会有愿力 有的愿力 会有意念啊 比方说 你今天已经有愿力了 你意念当中 就会产生 我要早点起来啦 我要 我要付出更多啦 就是这个 意念就出来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 开始 师父 我们平时如何来放大心量 加强自己的慈悲心 可以放大心量 此外还有从哪些方面来放大我们的心量呢 师父 放大心量 要学会忍辱 要学会自我调节心态 这都是很重要的 哦 谢谢师父 打慈悲 开始 师父 就是说是 下一个问题 就是同样 就是有同修 他不是在 就是同样的 在同样的单位 拿同样的工资 但有的人 就是在单位 他干的很辛苦 拿同样的工资 有的人呢 在单位 干的一点也不辛苦 很轻松 他是什么 什么姻缘呢 师父 这个姻缘 说来话长 上辈子帮过他的 他这辈子虽然干的少 他就能拿他的钱 上辈子欠他的 这辈子就得还 干了再长时间 还是这点钱 就这么简单 哦 因缘火爆 丝毫不爽 明白吗 哦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 打起来 开始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是 在外面者 就是在外面者的灵性 灵性上山了 这种情况 不法神和地主的观 地主的观 他们会 他们会管的吗 师父 要看的 有的管 有的不管的 如果要管的话 就是他自己求 就会管 哦 还有一种是 还有就是天官得到命令 或者得到那种 那种命令 还有地府的 那个差 啊 这个官差 他得到命令 他也会管 没有得到命令 他不管的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开始 师父 就是说 不到先业 就业才能消除 那么是否业当度的人 更容易造新业 就此恶性循环呢 师父 再讲一遍 对不起 就是说是 不到 我们不到新业 就业才能 才能消除啊 那么是否业当度的人 更容易造新业 就此恶性循环呢 师父 对了 完全正确 肚子里都是恶的 你根本没有办法 消掉新业 消掉旧业 而且还造新业 对 明白了吗 恶性循环 您收 恶性循环啊 哦 那如何不叫 有什么办法 让他不再恶性循环 他本身就业当很重啊 师父 怎么样来锻炼吗 就是自己靠自己修呀 自己不修的话 你一定造新业的 没办法 你为名为利啊 哦 明白明白 师父 您稍微休息一下 我做一个现实中 同修的分享啊 就是他这次求男人 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一个同修 他不是干合伙 合伙的买卖吗 他不想干了 他不想干了吗 但是他们以前 入的那种 入的股要翻 结果呢 他呢就跟那个 合伙人就说 要把这个钱翻 但是那个合伙人 就是有些刁难他 就是不想多给他 那这个同修呢 就是呃 就我说 你们要求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就是 也是管我们 人间这种协调 人际关系的协调啊 他那个合伙人 不给 不想多给他钱 他就非常生气 当年晚上呢 他就求了南京菩萨 他就和南京菩萨说 南京菩萨 我就是为了 好好的弘法度动 我就想 我也不去掺人家的钱 我就想拿回 应该我所得的 那份钱 结果呢 到了第二天 到了第二天 那个合伙人 突然180度大转弯 就对他客客气气 就说 我给你 我给你多少钱 多少钱 把那个 把应该得的 就给他了 结果呢 这个同修心里想的 那个那个钱书 和那个合伙人 给他那钱书 是一样的 真的是南京菩萨 在这协调 人际关系方面 就特别灵验 我就翻想一下 大家就是在 就是说是 遇到恶元了 或者是人际关系方面 多求求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会 慈悲我们的 师父 我翻想一下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心诚则灵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心诚则灵 南京菩萨 南京菩萨 非常非常的慈悲的 那师父 你说这个南京菩萨 我们在念解解诸的时候 也可以祈求 观世音菩萨 和南京菩萨 化解我们的恶元 增强我们的善元吗 师父 可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就是师父 您开始一样 师父南京菩萨 就是在我们 尤其是在这世间 人际关系 协调 红法方面 就红法的 就是这种协调方面 特别 也是特别理念的 是不是这样吗 师父 是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 此为开始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师父 我不是关心菩萨 上次关心菩萨 开始将护持政法 和自己的业荡 自己背 不要师父背 写入弟子守则 就是现在呢 弟子发心 将这两条写入 把这两条写入 弟子守则 每天读送 是直接加在 右边条款的最下面 还是另外写一张纸 加在弟子守则里面呢 最好不要加在 因为弟子守则 都是经过菩萨 看过的 深过闻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像这个临时 自己加的 可以作为自己 颠扯自己 让自己 更进步的一个方法 并不是一顿 他因为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做这个事情 明白吗 那直接就说 弟子要护持政法 自己的业荡 自己可以不要 是不是对 这样说就可以了 说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师父 念力不够 精进力不够 软耐力不够 定力不够 劣根性太强等等 这些本质 是因为 师父因为自己的业障 业障太重 来把来源于 本性中的正能量 阻碍了吗 师父 是 因为 当你业障太重的话 你本性就找不着了 举个简单例子 你一个 衣服很干净的 但是你天天 天天在煤渣里 什么 什么垃圾桶里 什么弄啊弄啊 你最后看不到白春山了 就看到一件 花花脏脏的衣服了 人家说什么颜色 都讲不出来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那师父 我们越学婆 越是感觉这样 师父是越要咬牙 要咽 对啊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越学医 你越觉得这个世界很脏 细菌啊 都看不见的 空气啊 对不对啊 那你我问你 你没学医之前 这些东西存在不了 也存在的呀 存在的 那好了 你也要消的呀 没办法 也要消 谢谢师父开始 那师父 吃苦可以消除业障 撒毁可以消除业障 小房子也可以消除业障 开智慧也可以消除业障 新量大 也可以消除业障 请问师父 师父这样理解 前三者消业是业障 是消的是业障 本身 而后两项就是开智慧和放大心量来消业障 是更深层次的消业 靠的是佛性和百姓在消业呢 这个话完全正确 已经觉悟了之后消业和不觉悟消业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哦 那师父 刚才我说的这种开智慧消业障 和心量大消业障 就是这种觉悟开悟消的业更深层次 是这样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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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哦 嗯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词为开示 师父 就是有的同修就是讲的这个病吧 叫疑病症 就是老是怀疑自己哪里有了疑病 像这种情况 他这种属于连性症 还是属于 还是哪方面的原因 这个叫疑病症 这个疑心生暗鬼啊 中国有句话叫疑心生暗鬼 你不疑心的话 鬼不出来 你一疑心鬼就出来了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你看啊 有些人啊 疑心自己身体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地方就真的不好 有的人说 我怀疑家里有灵性 灵性就来了 这个你还不懂啊 对不对啊 这个东西叫什么 你疑心了之后 鬼就知道了 鬼知道了 他就来了 因为你已经讲到他了 他就来了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的意思 你经常怀疑自己的老公在外面有女人 对不对啊 那么然后呢 人家没有的 你就天天看啊 看啊看 你看到他跟单位里同事 有一次怎么样 你就跟他吵 吵到最后 对方同情他了 对方觉得你老婆怎么这样啊 慢慢慢慢 人家真的跟他好起来了 就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啊 不要开玩笑啊 哦 那师傅 您看您的解释 就是我们一定要多想正能量的东西 那些不能量的东西 不要去想 如果你去想的话 直接会给你招惹来 是这样吗 那对啊 当然会招惹是非啊 是非也是招惹来的呀 你去越想是非 是非就来了呀 你不想是非 是非不就没了吗 嗯 那我就是 你年轻人谈恋爱也是的呀 你越想越想吧 他就来找你了呀 你不想了 白白了吗 人家不来找你了呀 不一样啊 哦 那师傅 那这种疑病症 就是实际就是 真正的心理疾病 而心理疾病 焦虑症 焦虑症啊 疑惑 疑心病啊 这些都是属于 忧郁症当中一种 忧郁症 它包括很多种 你看了 你看了师傅的那个文章了吗 心理学的文章了 哦 如果看了他们 再发了 你看看 师傅就是从 因为有些人 我要想 我要想说 说服他的话 你说宗教他不相信 你从心理学 科学方面来讲 他就相信 所以我就从 科学角度给他分析 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疑心病 实际上就是 由于心中的焦虑不安 怀疑冷漠 再加上自己 心理的变态 对人的怀疑 嫉妒 各种肮脏的东西 交织在一起 所产生的一种 自己心中 对人家的怀疑症 所以这种呢 这种其实就是一种 对自己不信任 怀疑人家 就是不信任自己 你明白了吗 哦 是否是不是 刚才您说的 还是我们内心 人的贪嗔痴慢疑 无主要 对啊 独上我早就讲了 就是贪心 一个人就是 称心太重 恨心太重 痴慢疑 就是怀疑人家 你去看哪 一个人不怀疑人家 现在的人 怀疑起来更厉害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要去试试看 这个人怀疑不怀疑 你去看好了 你一个人跟你讲的 很开心的 你突然之间 跟边上的一个人 假装摇摇耳朵 你看他接下来 马上对你态度不好了 他就觉得 你在讲他了 哦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 那师父啊 就是说是 就是接气场 除了在佛台前 就是除了在佛台前 手成莲花状以外 平时还有哪些方法 可以接到菩萨的气场呢 就是我开始一家 接气场很简单 听耳朵里 耳朵里也能接气场 你耳朵里 很多年不是多听师父的 录音不就接气场了吗 眼睛嘛也能接气场 眼睛接气场嘛 就是看呀 看佛书啦 看师父的白话 佛法都能接气场 眼睛看到太阳 也接气场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嘴瓜能不能接气场啊 跟菩萨跟菩萨讲话 就接气场了呀 哦 跟菩萨说经历的话 你会在菩萨那里 讲讲讲话 菩萨不是给你气场了 你现在打进电话 师父不是给你气场了 就怎么样 是的 那师父 那师父 如果多跟菩萨说说 最比的愿力 最比的大愿 这岂不是更接菩萨的气场呢 对呀 师父就经常这样的呀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我今天这件事情 你都看见了 我不一定人家看见了 对不对啊 我只要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 我就这么经常讲 我说我只要观世音菩萨知道就好了 我不要人看见 我又不做给人看 对不对 我修心学菩萨 我又不是做给人看的 我又不是表演 对不对啊 那人家要怀疑怀疑 人家要嫉妒嫉妒 人家要怎么样 这是你管不了的事情啊 你不能活在人家的眼睛里 你活在人家嘴巴里啊 你这样的话 你活得多累啊 嗯 是的 那师父您平常就是经常跟观世音菩萨讲 对呀 东东就跟观世音菩萨讲 我就讲 妈妈不会嫌孩子讨厌的 这么简单 明白了明白了 自己委屈了 跟观世音菩萨讲 观世音菩萨你知道我是做的正的啊 别人讲我观世音菩萨 你都知道就好了啊 就这么 就跟妈妈讲话一样 我一讲话嘛 像你们讲话嘛 讲了嘛就没感应的 我一讲 喂 我说 听得见吗 喂 又听不见了 这个电话 当初总归会 有一点这个 哦 那师父 您听了 师父 我这个师父 你受委屈的时候 你跟观世音菩萨讲 观世音菩萨妈妈怎么说呢 师父 他这么就来了呀 来了就 来了就 基本上在你心里 他只要一看你 我就知道他说什么了呀 他叫你 要继续要忍辱 精进 修六 他经常跟我讲 修六波罗蜜 哦 直接忍辱 对不对 改心静 智慧 对不对呀 那这种六波罗蜜 你这个人生是必不可少的 你如果把 在人间把六波罗蜜修好了 你不就是人间菩萨吗 对不对呀 是的 我是六波罗蜜修的 这就跟弟子讲 是不是修的完全是可以 完全能够操纵的 只是在有 只是在有时候 有时候 突然有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情绪有些波动 那菩萨就跟你说 继续修 修好六波罗蜜 那你就继续修 又没事了呀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您就是在身体累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妈妈 也是经常跟你撒 撒干露吗 师父 那当然了 那当然 你想想看 你们做错事情 你们跟师父忏悔 师父会不会给你们撒干露啊 我也会加持 一样道理 对不对啊 一样道理 只不过境界 境界有些人低嘛 菩萨照看不到 其实菩萨经常说一句话 你们做什么事情 菩萨都看得到 但是呢 只是你们看不到菩萨而已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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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多比师父撒撒干露 因为师父太累了 师父你 没事了 没事了 睡得太少 因为早上起来 因为接下来 有很多很多的 场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演讲要准备 师父这个人很认真的 因为 因为接下来要跑 跑北美呀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北美有五个国家 两个国家 五个地方 所以都是大地方 所以师父要准备 很很辛苦的 嗯 师父你看您这一会儿 说不是马来西亚法会 你槟城和马利亚法会又到了 槟城和马利亚法会开完了 你又要去台湾 又要去 又要去台湾 又要去日本 又要去北美五场 先要到北美五场 然后再 然后回来 马不停脸的 马不停蹄的 现在这真的要救人了 不能休息啊 要休息的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种 这种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人间是 我是今天求和平啊 对不对 但是但是呢 我也是真的是 觉得时间不能等啊 要要抓紧时间 所以鲁迅先生 讲过一句话 时间像海绵啊 你不挤 它不出来的 明白吗 就是这样 那师父 您要保重筛解 您累的时候 您在办公室 稍微 对啊 我一累 我就在办公室 密一会儿 马上就舒服 刚刚 刚刚就 实在撑不住了 现在就好起来了 没事了 好的好的 嗯 师父 师父我继续问 师父 就是有心魔的人 功课要有什么 需要注意的吗 师父 就是心魔很重的人 心魔就念心经啊 这还不简单 哎 心魔的人 就是要心明眼亮 要破除无明 消除自己身上的执着 那你这个人 就会心魔没有 心魔就是执着呀 我一定要得到 我一定要怎么样 这人心魔就来了呀 明白了吗 好 那师父 他很像这种人 他心情一般 多少变为异呢 师父 像这种心魔的人 一般至少四十九变 四十九变 嗯 明白了 哦 那还有别的 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师父 解决咒 有心魔的人 一定要念解决咒 看念解决咒 是怎么祈求呢 师父 就要求观世音 不让化解我的冤结 冤结 多少变呢 因为心魔都是来自于冤结呀 这还不懂 冤结 没有冤结 哪来心魔啊 是的 是的 那姐姐做多少变呢 师父 四十九 四十九 哦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就是说 孩子学习不好 思想不集中 一般是前世到了 什么因造成的呢 师父 思想不集中 像这种 魂魄不齐 啊 主要思想不集中的孩子 都是魂魄不齐 魂魄不齐啊 魂魄不齐的孩子 就是散灵太多 吃了太多 活的啦 小时候啦 这个就会魂魄不齐 啊 魂魄不齐啊 哦 一般主要是这种原因 你去看啊 胎里素 胎里素的 在妈妈肚子里 就吃素的孩子 思想不会比较重的 哦 是 对 对对 哦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是我那个意大利 那个理事长 他不是叫就是提倡素食吗 对啊 带着整个是220万 要就要放弃肉食 提倡素食 啊 你看多好 现在我告诉你 天上也应该有很多护法下来的 他们都倡导素食 很好的 素食啊 不能再有沙了 人跟人已经接了这么多的冤了 还要去跟动物接冤 不应该的 那师傅 那我问一下 你师傅是不是 人间这种杀 杀业 直接造 直接就是 在 从天上看到人间 就是那种热的气场 是这样吗 师傅 对啊 对啊 供业啊 杀的太可爱了 你看 你看 你就杀猪 你们都没看见过 杀牛 哎呀 你先想看 把他的 把他的头割下来 把他身体弄出血 哎呀 这种残忍的 有的先把他 太残忍了 有的先把他摔死 你看看动物都很有慈悲心的 自己 自己小动物死了 他在边上不走 他就一直守着 其实他也没办法 他只是他 就像个小孩一样 他的智商像小孩 但是他也觉得很痛苦啊 他非常痛苦 他不像我们能想到 哎呀 下辈子不要投赛 他想不到的 他就是 他就是觉得很痛苦 就怎么样 很苦 那师傅 你像这种杀了的那些森林 他们又得不到超度 他们就是在 就是一直在这样 他没有到里面啊 就是出生到在轮回啊 因为他一直觉得 他是个动物呀 所以他下辈子还是动物呀 所以我们为什么 师傅叫你们 要一直觉得自己是菩萨 那么下辈子就有菩萨了呀 明白了吗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内在意识 是决定了他 今后将来投胎的一个主要意识 内在的意识就是潜意识 潜意识就是八十天钟的意识 八十天钟进入了 说我是个人 我下辈子还要做一个有钱的人 那你下辈子还投人呀 现在我们修行的人 我根本不要做人 我现在就是要做菩萨 那你下辈子就是菩萨呀 意识决定 意识决定了你的生命呀 所以一个人 有的人说 我一辈子做个工人就可以了 那这个人就一辈子工人呀 我一辈子 我一辈子要做老板 那你这辈子 说不定有机会做老板了呀 那师父我问一下 你像您的弟子 有的您的弟子不想做菩萨 他叫做做菩萨的护法 他有这个愿力就能做成护法了吧 他就是说适合于自己的愿力 他觉得他做菩萨也做不到 他在天道里面去做护法 那师父护法也有超错六道的 他也可以做成超错六道的护法吗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做菩萨 因为做不到菩萨 他就做护法 做得到菩萨 他就能做菩萨 就是把自己的定位高一点 万一不行的话 你还能做护法 你把自己定位定了做护法 你不行的话 你就偷人了 那师父 关帝菩萨 他不就是护法神中 最高品牌的护法神吗 对呀 对呀 关帝菩萨 你们这想一想就知道了 关帝菩萨也是菩萨呀 他是菩萨界的 他是菩萨界的护法呀 因为关帝菩萨是西武的嘛 所以他做护法呀 所以在人间有文有武呀 有的人经常西武的人嘛 他可能就做护法呀 明白了吗 帮人家经常打抱不平的人 就是做护法呀 明白吗 做护法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这位开始了 谢谢师父 那师父 加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孩子每天念功课 父母也帮着孩子念全套功课 如果孩子这几天没有念父母 但是父母一直帮他念 这种情况 孩子的功课是算连续啊 还是算断了呢 你这个问题很好 实际上就是半断 断了一半 哦 他自己没有接收 你外面给他再怎么 他接收只有一点点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是不是 尽量不要短 尽量千万千万不要短 哪怕念一遍就好了 不管什么经 念一遍就好了 哦 明白 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 比如我给一个人念经 他呢 他正好这个时候 他去了厕所 去了洗手间 你像师父 他因为洗手间的机场不好 他去了那里 我给他念经的效果 也是打折扣吗 师父 不打 不打一点 不打 不打折扣 他到卫生间去 他只是暂时性的离开 啊 这个经文不会跟到他卫生间的 听不懂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打资格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对人间某些事物 某些事情比较着 比较着迷 比如足球迷啊 蓝球迷啊 学博之后 可能不会去看全场比赛 但是呢 会比较关注比番和球员 这是否也会影响我们 以后跳出轮回呢 师父 这个一般问题不大 没有什么打英国就可以了 问题不大 但是你如果迷了 你就是动英国了呀 哦 如果你今天看了一天足球 你不念经 你不是动你的英国了吗 因为你本身 在这个方面你是使国愿的吗 对吧 对对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您不是在白化佛法第一课 第十四天提到过大乘佛法 是菩萨的心度心智吗 师父给我们教授的佛法 就是大乘佛法 人间佛法 请师父慈悲开始一下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大乘佛法 是菩萨的心度心智这句话呢 师父 这里只能跟你们讲一点点 因为时间关系 大乘就是救人 小乘就是救济 实际上讲的简单一点 救人先要救济 你没有小乘佛法的基础 你学不成大乘佛法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师父那种小乘佛法 就是我们师父 师父是讲的 人成继续成 就是说是我们人间的这种 有家的那种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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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感恩师父的 出离开设 师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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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你好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你好 喂能听得听吗师父 听得见 讲吧 啊 地址有几个问题 帮同学问的 请师父开始一下 有一位师兄做了一个梦 梦中在一个高大宽敞的大厅里 听到一个红亮的声音 这个声音特别特别响亮 说刘言你你是观世音菩萨身边的人了 他当时很惊讶说 难道他要往生了吗 他就想你告诉我年月日啊 我好安排一下 让同学帮我住面 没有人回答他就醒了 这个梦他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提示 以后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还不懂啊 你是观世音菩萨的人了 你不能动邪淫了 不能做错任何事情了 听不懂啊 哦哦 是提示你不能再做这种乱七八糟的男女之事 好了 哦那好 我让他听录音 嗯 好啊 喂 观世音菩萨身边的孩子怎么可以再做这种乱七啊 哦哦哦 那我明白 哎 好了 喂 能听听吗 讲吧 啊 还有一个梦境 就有童修 就是给他母亲 网上的母亲念了很多小房子了 但是一直没有梦的他母亲就是很好的形象 他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就求了 说要梦见他母亲 看他母亲还需要多少小房子怎么样了 结果他睡觉的时候就梦到了一个梦境 那梦境他就在一个大厅里面 好像这个楼很高 他在五层也在六层 这个时候他的意念就是他母亲被关在了二层 正好他看见一个就穿蓝色制服过去我们警察穿的衣服 那样的一个同学在那儿 他就问他你是这片的片景吗 你管这片吗 意念当中他想求他去帮助他救母亲 他没有回答他 这时候他就意念中到了又到了二楼 二楼还有一个他认识的同事 也穿着蓝色警察的衣服 他就想我换警察衣服去救我的妈妈是否方便一些 他就跟他换了衣服 换了衣服又借了两万块钱 可是这次这样的话我不可以方便吗 疏通疏通 结果呢 这个时候就觉得他帮外走 他母亲就跟他有形无形 他没看见有形象 但是知道他并肩地前进 但是他母亲喊着泪就说 你为这件事情借了十万块钱吗 他说没有我就借了两万 这个时候又到了一个场景 看着有很多人就穿着夹克衫衣服 很立着 都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 意念当中就是工厂无休 这些人在这里休息 后来他就醒了 他不知道这两万和十万是什么意思 好好念吧 那妈念吧 要念很多 对对 一直念 对啊 两万张是七百的一生当中 两万到十万张一生啊 应该是多少张 似乎这个 两万到五万张 都是小房子的数量 因为 因为是一年 听得懂吗 一年 就不是一年 整个一生啊 一生 好好好 我会让他听录音 谢谢师父 还有一个 那个梦境 就是一个刚度的 一个 一个同修 他念经 小房子刚开始念 他就梦到了 他在天上好像有个梯子 这个梯子晃晃悠悠 他的丈夫在上面 一面中他就 他掉下来就喊 你快抓住 快抓住 他是 他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啊 掉下来就不好啊 听不懂啊 跟莲花一样的 掉下来会好事的 抓住抓住 抓得住抓不住 要看他了 听得懂吗 啊 好的 谢谢师父 还有一个梦境 一个同修 梦到 他在家里头 望外望的时候 就觉得在阳台的边上 在外围站了一个小孩 很危险 他掉下去 这个小孩三十岁 他要铺一个清瓶 他就当时吓坏了 就觉得他要掉下去 结果这个孩子 瞬间就铺清瓶 就掉下去了 哎呦 做梦啊 当他嘛 啊 做梦啊 对啊 当他往下看的时候 这小孩还站起来了 下边人就喊有血 但是他没有看见血 有两个人 拉着这个小孩 要上医院 这个画面就过去 这很简单 打开的孩子 还没有操作掉 哦 那就继续操作 我不让他听录音 喂 师父 对 听得懂吗 我有自己一个小问题 我再问一下 就是我总是在 半梦半醒之间 看见我们家的房顶和墙壁 有那种黑的湿线似的 哎呦 这是什么 哎呦 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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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灵性 好嘞 好嘞 师父 谢谢您 那我没有问题了 我一定好好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再见 再见师父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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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好 好久没跟师父同话了 今天想请问师父一个问题 就是同修说他 同修说他那个 从别人那里拿回来的那个菩萨价 就是别人不供的的 那个人就是说修别的版本了 然后呢 我跟他说让他把这个菩萨价放在佛台上 然后念欺骗大卫咒 欺骗心经 再贴缘给亲人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是吧 没问题 哦 然后没有其他的 然后没有其他事情了 好 感恩 好 再见啊 再见 感恩保重身体 嗯 谢谢 喂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好师父你好 你好 哎呦 我终于打通了师父 我想跟您就是问几个问题吧 师父 讲吧 就是 等等我等一下好吗 师父 我想找一下 哎呦 太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菩萨价 感恩师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一个 刚刚求咱们心灵法明的一个师兄 嘛 他是干就是 全建自然医学的 就是推广咱们 就是中 咱们中华的医学 就是精髓吧 他说是也就是传技术为主 基本上就几年之来 他一直都是没有输过 就是说费用的 就是只是也是推广为就是目的 传技术为目的 他就是自从学了咱们 心灵法明之后吧 他说为什么就是老师有一种 就是身体就是老师 疲惫 导致就是起不来 浑身就是不舒服 那种感觉 我想问一下师父 是不是他就是给人家 推广技术的时候 或者给人家就是做那个 就是乐服的时候 就是服乐的时候 做就是 也属于保健吧那一种 他是不是给人家备乐了 师父 一定备业的 听得懂吗 喂 喂 一定备业 哦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怎么样念经 就是说做功课了 怎么就是如理如法 就是给人家就是做这种 就是说技术推广了 给人家做就是身体保健了 怎么样做才能就是说 不理灵性说干扰啊 你赚人家钱 你肯定会有问题的 因为钱里边就有灵性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这个师兄嘛 他告诉我 他已经就是 今年是三年多了吧 他一直都没有 就是说生活费 一直都是拿自己的钱 就是往里投的 哎 你不要讲了 人家讲的话 你都相信啊 开什么玩笑了 赚钱的人 永远说自己不赚钱的 这还不懂啊 哦 师父 我知道了 你要看到的果目 就知道了 举个简单的意思 小偷从来没说 自己偷东西的 等到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 那你还相信 他是一个 不偷东西的人了 哦 师父 就这么简单了 灵性为什么找他了 他不管钱的话 灵性找他 开玩笑了 你拿人钱 他语伦消灾 听不懂啊 他他他 哦 他师父 你不知道 他现在 他已经几年了 他几乎上就没有 就是没有 就是赚过钱嘛 他都是以 推广技术为主啊 你相信他 要么就是你了 哦 那我想问一下 师父 他的就是 功课该怎么读 能够就是说 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大悲就要好好念 去做什么啊 没有钱的话 为什么不去住人呢 去吹广这个东西 干嘛 他神经病啊 他去吹广这些东西 他不要钱的 他就算他现在不要钱 他以后还要要钱的呀 这些东西 只要你发信在那里 人家就看得出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多时间 不花在度人上面啊 哦 我知道 师父 讲的出来不了 嗯 我不要钱 我不要钱 那开始都不要钱的呀 律师开始 开始帮你资讯的时候 也不要钱的呀 后来要钱不了 哦 是怎么回事 不呀 嗯 很多人做传销 不就是这样吗 开始给你吃 免费的 他就吃上瘾了 他离不开了 他就问你收钱了呀 这还不懂啊 哦 懂了 师父 这不叫要钱啊 开什么玩意 哦 那么 你说他这个职业 是不是不可以 再往下继续做了 他已经这样的做什么了 到底为什么了 他要救人灵魂吗 就是学心灵法的呀 去救人啊 救人家这种 什么什么吃 他又不是医生了 哦 他做这种白做啊 他发神经 他白做啊 他当然有他的目的的了 他就是不收钱的话 他至少还可以 有分数啊 积分啊 他有多少人 他可以什么积分啊 什么什么都有 都有抢救的 我都不懂 听不懂啊 哦 这种我不懂师父 哦哦哦哦 你懂了 你 我会如理如法的 去告诉他 叫他就是自己 该注意什么 还有他的 就是功课 该怎么做 你们就是没智慧 听不懂啊 有智慧的人会像你这样的 是的 我确实 搞也搞不清楚 他不为 不为名不为利 为什么要做这个了 什么都能做 人家不为名不为利 人家就去度人了 去叫人家弘法了 好好修心啊 这么多时间了 拼命要去度 哎呀 我不要钱 三年了 我不要钱 你看我自己 钱都没了 那投资啊 投资到最后 是收不回来 不就没了吗 还有我讲啊 对 我知道了 师父 我知道了 好吧 那小房子他需要 就是怎么做 现在能避免 这种事情发生 念经 我告诉你 学佛的人 任何想占人家便宜 哪怕没占到 我告诉你 护法神都会惩罚他 他就会倒霉 三年了 我知道了 他没让他生病了 看什么玩意 我知道了 师父 我问一下 就是好好的 听录音的 好吧 师父 我再给你反馈一个 就是 很伐气的事情嘛 请师父 就是一会儿 给开训一下吧 就是在 6月19 不是观世音菩萨 在成道日那天嘛 我也就是 上山去 我去想 在观世音菩萨那天 我见到了 我们就是修心灵法门的一个师兄嘛 哎呦 这个师兄真的很感动人 他就是从山底下 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一直磕到山顶 就是等到就是平 就是平扯的时候 他就是一小步 一个头磕到 等他磕到就是200多顿的时候 正好我碰到他 我就会看他有点就是好 疲惫的那种一样子 我就问了他一句话 我说你喝水吗 他就回答 回答我一句 摇摇头没有理我 当时我问他 哎呦就你这样 磕头什么时候呢 磕到就是山顶啊 当时他回答了我一句话 真的让我很震撼 他告诉我说 他关心不大告诉他 接近有说 苦海无涯 他刚时 当时就这样说的 哎呦我真的就这句话 当时我没有悟出来 等回到家的时候 哎呦这个意义 真的很深远 我觉得被他感动了 还有就是我问他的时候 你这样磕头的时候 腿疼不疼 你知道师父 他挺像告诉我的吗 他告诉我 观世音菩萨告诉他说 最后吃了苦中苦 方能等钱中钱 他说如果人不去吃苦 就没有慈悲心 就没有大爱 就不能做到无私 就不能去为别人去着想 师父我想问你一下 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话吗 我觉得你好像 他根本没修过心灵法门 这句话师父 已经讲了好几年了 还要菩萨讲 我是才修 我没有多长时间的 我是修心灵法门 我已经打进电话 今天是第三次了 你修了很长 很短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好 看看台大的白话佛法书啊 听听台大的开始啊 DVD看不看啊 我现在已经不能看 真的看 你赶快要看录像 师父就讲了七八年了呀 你还刚刚知道啊 哎呦好感动啊 我就是先修心 才修的 师父 我知道我修的不好 修的好的话 这些话 这些话嘛 就是你本身就是应该 人的基础 吃的苦中苦 你做人不就这样吗 吃的苦中苦啊 对不对啊 你说哪个人生出来 就享福的 哪个成功的人不吃苦的 这件事情算什么啊 哎呦 我告诉你 现在菩萨都不提倡我们苦修的 要法喜充满的修 你看我们心理法文 法喜充满的修 对不对啊 那你要是心脏病 身体不好 你再去爬一千节楼梯啊 菩萨叫你这么做的 连佛陀当年修心都不 到后来都悟出 悟出那个悟性出来 就是说不能用苦修的 听不懂啊 哦 我知道了师父 什么都不懂哎 我看你什么都不懂 我确实是天心的 我的聚会也没有 可以师父 好好念经啊 好好念经 好好看看师父的书 还有DVD好好学学 会的 嗯 赶快去看 看了你就不会这么愚痴了 听得懂吗 我确实是愚痴 我毕竟 其实我说真话的 我一定要在那个 就是 等着那个众生嘛 学习 还有到三点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一句什么话 他临走的时候 他说 既然学府 学这个心理法明了 就要学会 常人所不能忍受 常人所不能受 方能成就众生 临走的时候 这就是他教我的一句话 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师父 从那天下来之后 我也非常的感慨 他也学心理法明啊 啊 他就是心理 就是学我们的心理法明的 他学我们的心理法明 师父叫他去拜山的 我也没叫他去拜山 这叫拜山 听得懂吗 一步一科手 一步一科手 过去密中有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你说这样做他是如理如法吗 不知道 不要去讲人家的好坏 你好好秀你自己的就好了 反正我没叫你去拜过山 你就好好在家里 跟我好好地念经修行就可以了 听不懂啊 听到了师父 其实我觉得吧 这个女孩给我的感慨很多的 当时呢 她告诉我什么嘛 她们当你就是 头着地的时候 你就亲眼那种 大自然也是芳香 她们大地也是芳香 她们就感到 自己的人嘛 整个回归大地 回归自然 她这样才能自己真正的 就是说悟出 做人的许多许多的道理 其实因为我没有做过 这个事情嘛 我真的悟不出来 师父 我知道我一命一支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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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吧 师父我就是想 求你给解一个梦吧 就是在前一天嘛 有师父在就好好修 没师父在没办法 我会的师父 自己到处去像 瞎眼睛看不见 到处去碰壁一样 你有师父在了 你就听师父的话就好了嘛 否则要拜师干嘛 哦是的师父 我还没有拜师呢 但是说实在的 你在你的 在我的心里 我已经把师父当作 我的恩师了 我知道我修的不好 不争气 我向你忏悔 师父 向关心一步的忏悔 我需要的 我们心灵法们需要的 不是整天嘴巴里讲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这做的人 你现在到今天 我不要听到你的什么 说一句又一句 要好好的告诉我 你念的多少经文 多少张小房子 渡了多少人 放了多少声 师父要听这些 听得懂了吗 听到了师父 好了 我会改的 改的 好吧师父 我就是在想问一个梦境嘛 就是在前段时间 我做梦就是 在一个河边吧 一个就是离河边坡 很近很近的水泥坡 马上就接到水了 水很深很深的 那种感觉 我好像是坐在椅子吧 就是坐在河边 马上就滑开河里去了 我就一路子在海水 在救我 在救救我 路边过了很多人 就有一个就是女士吧 我觉得她身手拉向了我 把我从这个河边缘 拉上了河岸 请问一下 恩师请你开心 这是什么梦境 这是什么梦境 你差点点修片 现在有人把你拉上来了 听不懂啊 就是我修的 现在就是修片了 过去 听不懂啊 我知道了 过去我知道 过去是修别的法名的 对了 我会不知道的 跟我一讲话呢 我就知道了 明白了吗 好好的开悟 千法万法 千门万门 都是一条通往这个四圣道 和操脱人间烦恼的一个道 所以这叫佛道 所以不要去有门派之间的这种界地 好好地学佛 找一道最适合你的法门 就是你的最好的法门 听得懂了不了 听得懂了 师父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再见再见 我还想命一个梦 就是上次在开香港法会的时候 我去了 就是在当年夜了 我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梦 就是怎么 就是梦中当中有一个 没有染气的那种小棺材吧 棺材里面割了就是一大块北部 当时我就做梦说是给我的家人某某某准备的 当时就我也就没想那么多 等就是我就做梦 我的上边的整个牙 就是掖住整个的脱落 还有就是泄脊 当时还能觉得痛痛 等到后来我就觉得牙齿不痛了 我就是有一点没有掉 我当手就是把它拽了下来的时候 做梦就是牙上面还真的皮还有筋 这是什么意思 知道了 你家里商人要有个人走了 长辈要有一个人走了 那该怎么办师傅 怎么办人不走的 通知你啊 通知你 你要把他严肃们放生 好了 明白了吗 好了好了 明白了师傅 好了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感恩师傅 学佛不能学得越学越苦 学得越苦 那就走偏 听得懂吗 喂你好 师傅你好 弟子跟师傅请安 嗯 祝你辛苦了 讲吧 嗯 师傅等会我把收音机关一下 哦 哦 我就向师傅忏悔 想观世音 不要忏悔 全国我们佛友们忏悔 因为我上个星期一天 上个星期六 师傅结个梦 因为我 我拿那个药毒 我们家那个大树 然后我就做梦 全部牙齿 那个掉落嘛 嗯 然后向观世音 不要忏悔 然后呢 师傅给我开的 七十四床小房子 然后一百零八遍礼佛 从星期三 我下的药 从那以后 一个星期之内 我的莲花 家的火台莲花再没打过 在这之前 每天都打莲花 然后昨天晚上呢 嗯 我就做梦 我宵夜 上厕所宵夜了 今天早上 莲花就打了 感恩宽司 你以后不能起这种杀心的 对 你以为毒死树枝 毒死树根 你这种都是大杀 也听不懂啊 对 然后我们家就说了很大 很多年了 五十几年了 我就像菩萨探肥 像苏探肥 我再也不做 脑子坏掉了你 嗯 再也不做 再也不做了 所以我就像 所有的 和杀人一样 杀树根也是杀 杀人 差不多的乐章 好了 对 然后我就是无名啊 师父啊 我告诉你 真的愚痴 我是愚痴 地址真的愚痴 我在杀之前呢 我就去观世音菩萨去 师父在菩萨 跟我开个寺 这个树 我能不能杀 然后呢 师父就在梦中 就说 然后告诉我 莲花有多大 然后临走就告诉我 破无名 当时破无名 不叫你解这个梦吗 后来我就自己 就是愚痴了 没有误出这个破无名 现在我就连接到这个事情 师父已经点化我了 叫我破无名 我就不理解 知道啊 无名吗 就是不懂啊 就是不懂 把这树杀掉 造成这个业 你懂了就不会去杀树了 对对对 而且你还把它堵死 真的 拿下学佛人啊 是是是 我们学佛人 这个文字 苍蝇都不打死的 怎么办啊 是是 我就苍悔 哎呦 我就像观世音菩萨 苍悔 像师父苍悔 这件事情 嗯 师父 能请你帮我 我解个梦 师父还帮我挑个名字 这个呢 梦呢 我做梦 你在我们家 你到我们家来 做了我的胎子 吃我刚烤的坚果 然后呢 我师父 我叫东梅窝呢 你知道 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你吃那个坚果 他说 你说我 我这个名字 已经叫做灵动性了 嗯 然后 我想想师父 啊好 我要你吃这个坚果 你喜欢吃 然后我刚考上一瓶 我让我端给你 我让这个送给你 你看师父 你拿到手 然后看 上面有一张纸头 撤下来一看 是我原签的名字 就是最早 没有改这个 不是这个名 现在的名字 以前最早的 我的名字 然后你说 我现在这个都没问了 这叫做灵动性了 然后我就问 师父 这个名字好不好 你就讲 你要想改名字 选出 自己选出三个名字 我给你挑一个 现在我就选出三个名字 请师父 我挑一个 行吗 你看梦中跟现实当中 师父 一模一样 你讲的话 一模一样 我醒了 哎呦 我激动啊 哎 一模一样 你讲的话 你现在的口气 都一模一样 我的法身 法身非常的清晰的 很厉害 真的 真的不肯清晰 哎呦 我生气得不得了 师父 我是输猪的 是输猪的 是 就是 其他年是输猪的 我现在选三个名字 你能帮我看一下 行不行 看看看你个魂呐 今天不能看呐 是我吃飞 你在梦中就让我选三个名字 我一直没有机会打电话 因为平时在 讲啊 你把三个名字爆出来啊 好的 一个是会加 就是自费的费 加就是家电话 大家土之图 下面过一个家 姓什么啦 啊 姓什么 姓Warner 因为我是 我先生是西人 然后我就姓我老公的名字 叫Warner 就是费加Warner 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叫 加安Warner 你要加自己心的 自己不信 啊 要自己姓什么 中文姓什么 中文是 我是姓我 我爸的姓 我们中文是姓孙 孙小生的孙 啊 就可以了嘛 你念啊 孙什么啦 第一个字啊 啊 第一个是孙惠家 第二个是孙家安 第三个是孙家宁 我姓我是书朱的 第三个嘛 好了 孙家宁对吧 嗯 好了 感恩师父 非常感恩师父 好了好了 孙家宁啊 好的 能不能改第二个 还有我儿子 能不能改 不行了 不要贪 嗯 好好好 那下次我改吧 好吧 再见再见 非常感恩师父 师父 明天见 谢谢 非常感恩 拜拜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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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师父 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不算 我有几个问题 要问你 不好意思啊 我大点声 师父 不用不用 是不是这样的 那个就是 现在很多 公修组都在 网上 公修白话佛法 那么每次 在读这个 白话佛法之前 都有一个 祈求词 想请师父 开始一下 这个祈求词 是否如理如法 您听我念一下 我太紧张了 顶礼伟大的 释迦摩尼佛 顶礼伟大的 观世音菩萨 顶礼文殊菩萨 顶礼龙天护法菩萨 我某某某 今天朗读 白话佛法 第一册 第五篇 以佛法 谈生命的意义 恳请 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克萨 加持我 和我们群里的佛子 让我们理解 白话佛法的内容 让白话佛法的能量 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 开智慧 消业障 其一切吉祥 如果在读诵过程中 出现读读漏字 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请明天护法原谅 请问师父这样说 这是开始读之前的体求 请问如法需要改动吗 太多了 菩萨教的太多了 师父能不能开始一个 如理如法的 之前的那个开头 太多了 不要讲一大堆 白话佛法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让我自己破迷开悟 能够理解佛法的真实 真实含义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是吗 你讲了太多了 讲了太多 你到后面不理解 也没用的 像这种东西 你菩萨教的越多 人家菩萨 护法神都来了 你到时候 如果当中有一些些 不如理不如法门 接下来又有麻烦了 那如果我们在读 这个白话佛法的时候 希望能够 加持到或者立到 在群里面更多的 哪会不想 叫观世音菩萨 都加持的呀 那结尾的时候 请问师父应该怎么说呢 比如说读完了 应该怎么说 什么话结尾比较好呢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呀 这一次就可以了 你们都不懂的 越朴素的语言 菩萨越能接受 不是像人间一样 讲一大堆 没用的 你去看好了 真的 现在连机构都在精简 何况人讲话了 对不对 你看师父要是跟你们整天 叽里哗啦讲一大堆 但是呢 又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谁要听啊 我讲的都是白话 人间的佛法 所以人家才要听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好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师父说过 一个人很单纯善良 容易学佛 容易修成 但是这类人往往不懂得 为人处事和说法 办事 以及茶言观色 从而得罪了别人 或者被别人利用 而不自知 也会被别人看不起 请问师父 我们如果在学佛的同时 增长自己在人间 为人处事的这种智慧 就像师父一样 不管碰面什么样的人 都知道怎么说呢 很简单 这个也是开了智慧才会有的 所以先要开智慧 学佛的人首先要多开智慧 怎么开智慧的呢 先少说话 多念经 对不对啊 多看书 少说话 多理解 多开悟 都是这样的呀 他又没一个固定的模式的了 傻姑娘 因为我就比较傻 我感觉我在闻人处事的时候 经常被别人 觉得我特别特别傻乎乎的 傻就傻好了 傻有时候难得糊涂 不是件坏事 好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有很多同修都问 如果当天楼下有人扮丧事 扮白事 那么我们在这栋楼上面住着 可以念功课钟和小房子里的心经和往生咒吗 是白天晚上都可以念吗 还是说晚上就不要念了 正常 正常什么时候念就什么时候念 因为正常 因为他们懂 师父你讲 因为他们总是怕 自己在家里念经的时候 就把过世的人 那个灵魂给招过来 他们总有这种害怕的感觉 记住了 你到时候就念经 菩萨知道你 护法人知道你几点钟念经的 护法人就会来看你 所以为什么念经最好 要早课晚课 要定时吗 就是这个道理啊 好 感恩师父 再问一下 如果离婚前 离婚之前 童修和先生取了一万遍的心经和几节咒 离婚之后 这个心经和几节咒还没有念完 需要完成吗 需要完成 最好完成 哦 哦 行 然后那个 请师父解一个梦啊 童修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不知道 钱是为了抢 梦见自己不知道 就是说钱是为了抢一个非常值钱的文物 有几伙人都在抢 童修梦见自己把那些和他争抢文物的人都杀了 在梦里 童修是个男的 而且武功非常高强 呃 好像 武功非常高强 在梦里杀人的时候 好像砍菜一样 没有一点慈悲心 然后 童修也是在此想向菩萨和师父忏悔 然后童修他 嗯 童修他早上意识到 里边有一个数字是九十九十三 呃 还是九十七 他自己不清楚 因为童修的女儿 正好是需要一些小房子 童修才从法师那边结缘来了 一些晚上就做了一个这个梦 他想问师父 这个梦和他家里结缘来的小房子有关系吗 有关系 啊 那他想问师父 他这个梦里边的九十三还是九十七啊 在念 啊 在念九十七章 哦 那他可以用他给他女儿结缘来的这些小房子吗 嗯 结缘有好几种 有的结缘质量不大好 有的蛮好 哦 那个 那个他可以用就是结缘来的这些小房子去代替他那九十七章吗 师父 是不是有延迟啊 喂师父 没有 累了 所以 哦 对不起 人累了 讲不出来 你们那边有时差的 那行 那个 有一个同学问他要问你几个问题我给他你等一下啊 哦 吃不行 对你好 你好 谢谢恩师请安 师父辛苦了 师父请你办公的弟子结一个梦 哦 弟子梦 一位在一起红法的师兄 开餐做争议 人儿弟子就把电话问他今天收入赚了多少钱 他说四百多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请师父直接点梦 餐馆开什么餐馆的啦 蔬菜馆啊 就是开一个摊位做生意啦 哦 然后我就找电话今天收入赚了多少 他说四百多 哦 什么意思呢 这个做摊位做生意没有没有什么的 就说明他自己本身的营业额啊 他说他说多少 实际上就是他做了多少钱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限制 可是我们我们没有一起做生意的 我们没有开摊位 就是他让你知道一些他的情况 他有业障 他有业障 叫他念经 想念呢 什么 想念呢 因为我跟他一起开餐 是我跟他一起还是说只是他的问题呢 应该是他的问题 让你知道 哦 那四百多是什么意思呢 算了四百多 四百多 你叫他慢慢念吧 四百张小房子要慢慢念 我们还以为是四百多的功德 我跟他讲一下 还有师父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地址有一条开光 就是给师父开光的佛珠 佛珠锦链啊 那个108粒的 因为师父有开释锅不要带在锦上 或者穿在锦上 地址将他分成 就是分成四条 做一个手链可以戴在手上吗 可以啊 可以哈 就是分拆四条就可以当作锦链来戴了 对啊 这样一条 他想像他刚好是四条嘛 四条我们可以直接四条都穿在手上吗 对啊 都可以 可以哈 哦 可以 可以这样 师父 可以啊 OK 感谢师父 嗯 师父 你辛苦了 好 嗯 再见 如果你可以给同修有一个问题要问吗 还可以听吗 嗯 讲一下快点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赶紧感恩 师父 上午好 嗯 嗯 叔 呃 一位 呃 师兄就梦到我 今天早上梦到我 呃 跟一朝十二在打斗 然后 他就 呃 马上打那个 九九九 呃 呃 呃 就叫 人来帮忙 但是还没有 人来帮忙的时候 他就看见我 呃 把那个蛇的眼睛蒙着了 然后我就自己把 自己跟蛇 就是绑在一起 啊 那个 呃 请师父 呃 结梦 谢谢 很不好的 你要 你要被人家弄了 被人家捉弄了 嗯 呃 这样 师父 我请问要怎么化解 念七十八遍 解节奏 好 然后自己要念 好好地念念礼佛 每天念三遍 好 哦 我每天 现在每天念十遍 那你要把那个三遍要讲出来 听不懂啊 好 嗯 好吗 你会有点麻烦的 你会有麻烦的 嗯 干 师父 就是说别人做错一件事情 或者你做错事情 相互会牵连 这个人会因你而受害 要赶快念 嗯 还要收小房子 二十三张 好好 好了 师父 嗯 好 再见 这里还有一位 呃 师兄 呃 想要呃 想要呃 呃 和师父通啊 对 那个还有一位佛友想问您 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了 快点啊 我们就问了 啊 好 太长你好 赶快问 赶快问 嗯 啊 太长 我上次在法会 新加坡法会 4月23号的时候 梦见我的牙齿掉下来 上牌和下牌 啊 请问师父 我应该怎么 念经 念经 念了 念了 上牌是上人身体不好 下牌是下 下人身体不好 小背 晚背 哦 那我应该帮他们 也我念经了 念经了 那我应该跟他们 好好念们就好了 继续念啊 姐姐奏 我 礼佛 姐姐奏 啊 没办法了 好的 你现在自己都修成这个样 功德不够 你还救人啊 你怎么救啊 多做功德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刚安师父 嗯 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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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恩师父啊 再见 师父 师父再见 再见 好 听众妹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妹们收听 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 听众明天 呃 晚上五点钟 呃 悬疑问答节目 中述节目 继续回答 好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再见 再见 听众妹们收听众妹们收听众妹们收听的